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來 我們來回顧 其實這所謂白紙運動 它並不是突然發生 它可能有一段時間的醞釀了 所以我們來看 媒體有整理就說 其實從11月22號 富士康爆發抗爭開始 這個鄭州場疫情爆發 大規模的新進勞工抗爭 我想大家應該對這個新聞 蠻有印象的 然後一直到什麼時候呢 到了24號出現了這位 重慶超人哥 我想大家應該也記得這個畫面 他也提到說 像這個足球明星啦 這個C羅啦 梅西啦都染疫過 那他們染疫 你沒事 我們身體也不會比他們差 就算比他們差 恐怕也不至於會沒了命 那為什麼 我們還要如此的被控管 就是重慶超人哥 然後再來就是烏魯木齊發生了火災 接連到了25 26號 27號 有著所謂的白紙運動 那我剛看到其實 這個有大陸的朋友已經說了 大概就告一個段落了 可能彼此有過溝通了 我也希望這樣的抗爭不要再擴大 那另外我們來看 現在呢在烏魯木齊其實已經做出了一些 我覺得不能說讓步啦 但是就是說去傾聽了民眾的聲音 包含烏魯木齊當局都提到說 社會面基本清零會分階段有序恢復 那麼低風險區的居民呢 你們的生活秩序就慢慢慢慢可能可以恢復正常 另外在機場呢也是逐步恢復開通將內將外的航班 而且要恢復快遞物流企業的運營 讓民眾的生活慢慢慢慢的恢復正常 那中國大陸也提到外交部也提到說 中方的清零方針根據現實情況 一直在進行有關的調整 相信抗疫一定會成功 那看起來就像委員提到的 或許在明年開始會慢慢慢慢慢慢的 讓中國大陸的朋友生活恢復正常 不要忘了其實我沒提到 說習近平好像是要在明年辦一個 我一定忘記是什麼東西的 這個博覽還是邀請 是哪一個東西還都忘記了 消費博覽 不是一帶一路 他要在中國大陸辦一帶一路的 邀請所有的國家的人到中國大陸來 那個時候我們就在講說 那是不是代表這個疫情可能會逐步 這個所謂的封控管制會逐步的開放 逐步的開放 那現在包含這個向來非常激進的這個 胡錫進 他的用字顯示呢 我們來看相對柔軟 這裡面是不是有些貓膩呢 他就寫了文章提到說 民眾有表達意見的權利 但大家參與後事情的方向 就很可能很難由這些普通的參加者繼續掌控 什麼意思呢 他繼續提到 可能就很容易被例外的力量來利用 甚至劫持 那麼呼籲政府在重大問題上面 要堅決走群眾路線 這話說得好 越是棘手難辦 越要傾聽民眾的呼聲 越要用實際行動保持社會的信心和團結 那麼有民眾也在網上提問 說奇怪了 這上海烏魯木齊路的人是怎麼組織起來的呢 甚至在抗議現場還出現了這一趴這個畫面 說這個現場警察就問說 你們這是誰組織起來的 那民眾當然這個非常憤慨啦 就說沒有人組織啦 是我們所有人 那剛剛我也看到了一些留言啦 當然我想這是一些特定朋友的立場 他們覺得現場其實看到滿多外國人的 那是不是就像胡錫進提到的 這個當然民眾的不耐 民眾的不悅 或甚至是民眾的情緒爆發 我想是一回事 但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人 看到就是說這是個機會 那我們就來好好操作一下 這可能性或許也不是不存在 兵哥 其實我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我才看到網路上很多人在講說 為什麼選舉都過去兩天 中天還在講九合一大勝 然後都不談白紙運動 都不談這些東西 是不敢談還是怎麼樣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今天來中天上三個節目 三個節目都有談 那究竟一下是怎樣 某些台沒談 對啊 我覺得是蠻奇怪的 就是 這又是另外一種謠言的操作 就是故意要去講說 好像中天就故意不要去談 我們不敢去談這個問題 對啊 其實就是這樣的 網路上天天衝刺這種謠言 那這個問題為什麼不可以談 我也不知道 這個就是真的發生了一個狀況 那有狀況就是去解決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你說上海烏魯木齊路 為什麼會聚集 其實一開始還真的是沒什麼組織 就是因為在烏魯木齊發生了這個事情 有一些人就跑到烏魯木齊路 因為剛好同名嘛 就在那邊就是靜坐啊 哀悼這樣子 對拍照啊 哀悼啊 所以兵哥一開始沒有很 像後來這麼激情 是 一開始其實就有幾個人默默坐在那邊 在那邊哀悼而已 但是不要忘記現在是網路世界 只要比如說我有一個人兩個人 我在那邊坐著拍照打卡的時候 很多人看到了 很多人就說那我也來湊個熱鬧 其實太陽化運動不是也是這樣 就是這樣起來的嗎 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很多群眾運動其實都是這樣起來 那當然你要知道 其實如果你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 或是幹嘛的話 其實外國人是很愛湊熱鬧 不是只有中國人才愛湊熱鬧 外國人也很愛 所以當上海出現這樣一個活動之後 很多外國人會覺得很稀奇 他就會跑來看 那當然這個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境外勢力介入 我認為是有可能 因為本來就是 我也不要講說是特定哪一國 本來很多國家 他對中國大陸甚至對台灣 他都希望來鼓動搞一些運動 然後剛好你們有這個運動出現 那我們就見風插針 就來弄一下 是不是很正常的狀況 中國非常西洋很久沒有出現這種狀況 這個他當記者這麼多年 在中國沒有看過這種狀況 其實我跟大家講 中國抗爭很少嗎 沒有耶 其實沒有其實很多的 中國在很多鄉鎮地方 常常為了農村的問題 或什麼其他問題 常常有人在抗爭 我記得每年都有一起來一堆 那為什麼這些記者要做這樣報 其實就是老實講 希望雨不驚人死不休 他就是要突顯一些東西出來 那是有政治目的 還是單純只是為了銷量閱讀率 那就是看你怎麼去想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不重要 重點是 除了這個問題之後 你有沒有辦法去解決 那如果說按照一些大陸朋友講的 現在慢慢事件平行下來 那就表示至少出負了溝通 暫時大家也都能夠接受 然後也可能多數人還是覺得說 疫情還是比較危險 大家還是願意 大家共同來把這個疫情守住 其實我講實在話 台灣也是一樣啊 我戴這個口罩 我戴的不耐煩那個要命 我超台灣戴口罩 因為我很容易流汗 戴就臉上都是汗 可是沒辦法規定就是這樣子 不是說我愛戴口罩 可是規定是這樣子 那這又是個傳染病 有的時候就不得不去接受這種東西 所以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大陸民眾 還是覺得說 既然是大家生活相關的事情 我們大家就一起配合吧 可是老實講啦 任何一個政策執行下去之後 一定都會有失誤 烏魯木齊的那邊到底是怎麼發生 說真的我們天高皇帝勇 我真的不知道 隔了幾千公里 我怎麼會想到那邊發生什麼事情 那訊息又彼此相反的訊息一大堆 那我們就隨便講一個 台灣在新北 有人在選舉最後一階段 還拿出來講恩恩罷的事情 對啊 不就是一樣的道理嗎 對 完全一樣的東西啊 當時的規定就是 即使醫院就在人家隔壁 你都不能去 非要等防疫計程車 對 那我必須講 如果是我的個性的話 不要說是我的小孩 就算是我的狗 如果出現這樣的狀況 抱歉我管你什麼規定 我就衝過去 那當然每一個人的選擇不一樣 我不是說恩恩罷是錯的 而是每一個人在面對這種事情的時候 咀嚼的方式都不一樣 那在執法的時候 如果有一些人 執法相對比較沒有彈性 那會不會造成一件失誤 我覺得是有可能 這不是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那問題是 就是既然你要動態清零的話 是不是你的政策 也要動態調整 根據實際發生的狀況 根據現在目前的需求 因應不斷的動態調整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那中國大陸現在最 問題最大的就是 因為他人口太多 然後醫療資源又太少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貿然的 我們也都知道 雖然大陸大部分人打過疫苗 可是疫苗其實用處不大 這樣實在話 全世界已經證明給我們看了 所有的疫苗 不管哪一個國家疫苗 其實都不大 全部都一樣 所以 依賴疫苗沒有辦法的時候 那就兩種 一種就是擺爛 就是放推 與病毒共存 對 就是病毒共存 就跟我們對付感冒的狀態是一樣 我就得吧 然後看誰運氣比較不好 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種就是 大家很嚴格的去遵守 但是很嚴格的遵守 其實不只是在生活上會產生很多干擾 重點是經濟 對啊 其實是 你經濟活動會受到非常強烈的抑制 那中國大陸不可能放任這種情況持續下去 我相信他們的高層也很想趕快開放 可是問題是開放之後 你要承受到大量的人命死亡 跟醫療資源很可能會出現崩潰 對 確定一下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他們必須要去思考的 那 中國大陸過去有一些 就是所謂的清零的狀態 感覺上有的時候還蠻 因為我有好幾個朋友在上海 我有其中有一個朋友就是他曾經去大賣場 正在頭買東西的時候突然就被關起來了 然後就是這樣 那 可是我另外一個朋友就很厲害 因為他的國籍是美國人 那可是實際上他還有台灣的身份 雙重國籍 然後他因為工作的需求 你知道他就是 飛到大陸然後被關起來 關兩個禮拜和21天 然後出來出來辦個兩天的事 然後就飛到台灣 飛到台灣又被關14天 然後 然後他要再被 你知道我過去這兩年的時間 他大概人生大部分的日子就會被關起來 他可能一年 他可能一半的時間都被關起來 可能不只喔 超過三分之二的時間都被關起來 我的天啊 因為他到每個地方就是工作個兩天 然後就要到另外一個國家 然後又被關 對啊 那我就問他說你這樣不會咻笑 他說不會啊 他覺得還好 有些人是可以受得了的 那就看個人 每一個人的性格不一樣 你知道有的人就是 我們講的 有一些有幽幣恐懼症的 恐怕你關他一天他就受不了 對啊 那就是看個人 因為每一個人的情況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主要還是 大陸還是要趕快因應確實的狀況 去思考如何解決的問題 你的相關的其他的配套措施要趕快加強 然後 然後我也必須說 我看過一部電影成立很久很久以前 也叫五百年後 那這部電影裡頭有一幕 讓我到現在 我小的時候看到 到現在印象很深刻 那個世界的時代就是 即使我要追捕犯人 我都要看那個犯人的戶頭有多少錢 我追多少錢 我追你花了所有的費用 我就從你戶頭扣 然後呢 那個警察追 追到那個歹徒追到最後 那個歹徒戶頭 我看了歸零 好不追了 又再追下去不符成本 沒人付錢 那就是這樣 當然這是一個電影的虛幻場景 這會出現很多問題的 可是如果單純就商業考量的話 中國大陸早就開放了 就跟世界其他各務一樣 就開放了 人命存資就 假裝疫情不存在了 我只要賺錢就好 就承受了 那大家記不記得 過去這些綠營媒體朋友 常會講說 中國大陸草菅人命 不顧這些東西 如果中國大陸真的是這樣政府 他一定早就開放了 反正我有長城 然後我有媒體控制權 我全部不准大家報 你也不會知道我死多少人 沒錯 對不對 那他為什麼沒有選擇這樣做 就是他真的 就是中國人真的在乎人命嗎 就表示這個政府很在乎 他還是在乎人命 不像你們所宣傳的這樣 就是他完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所以我覺得 從中國大陸發展的事件 去想想看 過去很多對你的宣傳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然後我也說真的 中國大陸當然 以這麼樣的一個人口大國 他必須要面臨很多困難 那他面臨的問題 他人口是台灣的60倍 他的困難恐怕也是台灣的60倍 所以要怎麼樣去取決 我當然希望他們早日開放 你看連胡錫進 這麼鷹派的人 都會希望政府慢慢要開放 而且要聽民眾的聲音 真的要聽民眾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軟性的 建進式的開放 你說一下子開放 其實大陸也受不了 但是我希望這個進程能夠加快 因為久了真的很多人會受不了 其實賓哥這樣講 我們就是大家 我看網路上很多朋友 線上很多朋友都蠻有感的 說真的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拜登總統 在其中選舉之前放話說 美國的疫情已經結束了 大家請出門消費 開開心心的 花錢救經濟 結果這個美國的機關署說 沒有我們那個疫情還在繼續 那如果說 或說你們是希望就是說 這個習近平出來講說 沒有大家去花錢 今天要去花錢沒事 快出去玩 把錢拿出來花 恢復經濟最重要 要哪一個 那當然啦 我覺得美國的做法 跟中國大陸的做法 可能都是在比較兩極 美國為了選舉 為了拿政機 為了讓民眾有感 所以總統宣稱疫情結束 被打臉 那中國大陸這邊 就像賓哥提到的 也許真的是在乎人命 我想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 這個民族 這個中國人 這個沒話說 為了保障人命 勢必得要付出代價 而這些代價很多時候 真的就是人民承受 所以讓大家是真的蠻辛苦的 我們請這個大師 我唸幾個數字讓你了解 你就知道這個問題有多難 今年3月17號 那個中國大陸國家衛健委的 副主任曾毅欣 他公佈的數字 60到69歲 打完3劑疫苗的只有56.4% 你為什麼不打疫苗 70到79歲 打完3劑的是48.4% 五成都不到 然後80歲以上 打完3劑的是19.7% 太低了 我跟你講 65歲以上 打到百分之百 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紐西蘭 那韓國大概打到95% 那韓國是怎麼做的 韓國是進去你家一個一個 突出來打 派護士去你家幫你打 對 這個要花很多功夫的 警察還跟著去 對對對 韓國跟紐西蘭是 65歲以上施打疫苗第三針 就叫加強劑 最徹底的國家 我們台灣市場也不高 80歲以上 那你剛剛講拜登 拜登宣布疫情結束之後 死的人比川普陣列還多 對沒錯 我正要講這個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是今年3月17 那現在是11月 我相信相距也不會太遠 因為很多都在農村 那當時不打 現在大概打機會也不高了 那你怎麼辦 你就是 你如果是大陸當局 看你怎麼辦 那為什麼年輕人不滿 因為年輕人得這個病 死亡率很低 對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我得這個病 我又不會怎樣 我急死感染 而且年輕人感染率也比較低 對 可是你會把病帶回家 是啊 那家裡的長輩怎麼辦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一個很難 很難的事情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大學生很不滿 因為他就覺得這是不重要 這是什麼事嗎 這根本不是事 對 可是不是只針對你 對 是針對很多人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 那根本你覺得接下來 會慢慢開放嗎 中國大陸會慢慢開放 在明年開始會慢慢開放 不可能拖到明年 現在就要開始 他會分 他事實上已經分階段在調節了 我跟你講 我就看到我也有一些大陸朋友 他就寄給我看 他說 中央下達指示 72小時做核酸 那到了地方就變成24小時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地方會越來越緊 因為幹部考核 確診人數是考核指標啊 所以你如果是基層幹部 你當然寧可保守嘛 你怎麼敢放 那除非你人事考核 標準也調整啊 這個不可能是一個指示 大家就照做的啦 你要整體都要動 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 上面的人是認為要 逐步鬆綁 可是下面很緊啊 對 那個基層越到下沉越緊啊 所以中央就會覺得怎麼會這樣 下面的人越高 就是層層 層層卡關啊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確診爆發 要負責任的是他 對 沒錯 這個地方官員要扛責任 是啊 是沒錯 你如果是地方官 你會怎麼做 那當然是上頭 如果沒有強烈的指示 一定從嚴嘛 對啊一定從嚴嘛 一定從嚴嘛 就這樣啊 是啊 這個真的是 這跟你講真的是個難題 很卡耶 很卡啊 來 大使 這個西方的媒體報導 我覺得真的是很厲害 很精彩 這個美國媒體說 中國遍地民眾起而抗議 遍地烽火 對 他說across the country 英文叫across country 然後呢 over the country 對 然後CNN呢 就說這是中國現在進入一個非凡的時代 然後呢 還有說這是習近平上任以來面臨最艱困的一刻 其實仔細看起來 他說across country 我看算了一下 被舉出名字的地點啊 不超過十個 大部分是大學 南京傳媒啦 清華大學啦 北京啦 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好像是哪裡的影劇的 這個學 大概點出名的就這幾個 時間多長呢 時間有人說是從26號開始 可是呢 在網路上出現的各種的這種 這個 這些 就是說參加的人親自po上去的那個 活動的現場 都是寫27號 最近的是27號下午2點開始 下午2點開始 然後就是昨天下午2點開始 到昨天的夜晚 那今天所有的抗議活動 看起來通通沒有了 今天只有一個新聞 還有一個媒體還在發 可是呢 BBC出了一個文章 他說他們記者被抓走 是還怎麼樣 這個記者 這個記者在現場被抓走 然後呢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就說 這個記者在現場 沒有出示他的身份 他說他完全從頭到尾 他在沒有告訴別人他是記者 所以呢 其實我判斷他就是想要被捕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要被捕 所以他明明是記者 人為被逮捕 對 希望被逮捕 然後呢 這個怎麼樣 這個新聞的標題就寫 BBC記者在現場被中國警察逮捕 就做了這個標題 那中國大陸就是說 他沒有遵照中國大陸 就外國記者在中國大陸 你必須要出示你的身份 可是在跟警察中 他沒有出示 所以這個整個看起來 我覺得就是說很冷靜來分析 看起來 第一個 並沒有說 全遍地烽火 好像沒有 我看能夠指出來地點的不多 那真正非學生的抗議事件 發生在哪裡 就是上海 烏魯木齊東陸 對 那上海這個烏魯木齊東陸的群眾 事實上他的訴求是什麼 他的訴求 烏魯木齊中陸 中間的陸 他的訴求 不要核酸要自由 要道歉 不自由勿寧死 要人權要自由 新疆解封 不要核酸不要健康 那麼解封新疆解封全中國 那就說 說隨著這個群眾情勢越激烈 遙遠有聽到有人在喊什麼 喊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 那並不是所有 他說有人聽到有人在喊這個 那就變成西方的媒體又說 群眾高呼 大家都在喊 喊共產黨下台 那前面這些口號都沒講 那這個同學生 比如說 清華大學學生 在喊什麼口號 民主法治 要自由 然後呢 接著完了以後唱什麼 唱中國國歌 就這樣 對不對 而且今天開始 看起來 這種有組織的這種 這種所謂的抗議活動 幾乎都沒有了 對 因為西方國家 西方記者沒有一個事實性的報導 BBC還不斷在發新聞稿 就說 這件事是什麼原因 怎麼講 分析分析 想要延續這個事情的熱度 對 可是好像沒有 想把這事情鬧大了 繼續鬧大了 那就是說西方媒體 本來以為要抓到大魚了 看 然後比你什麼 他說 這個是從六四天安門 發生以來 中國最大的群眾性 集體抗議事件 沒錯 那怎麼搞一個晚上就沒了 對 我也不知道 那為什麼一個晚上就沒有了 然後你實際算起來人數有多少呢 對不對 就這幾個大學 可能還不只 不敵這個 德國上街抗議美國的人多 對 他說廣州 廣州也有大學 我不曉得哪個大學 南京 上海 這個他說武漢 成都啊什麼的 成都 然後北京 就這幾個地方 加起來就這樣 對 而且今天白天開始好像就沒有任何的 對 這種有進一步這個延燒的跡象 對 所以這個大概我從報道上還原就是這個事實 可是西方你看這媒體嚇得多那個 六四天安門來中國最大的怎麼樣 習近平這個遭遇他從政以來最嚴苛的這個考驗 對 然後呢這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凡的時刻 然後群眾要求大聲高呼要求共產黨下台道歉 就標題就這樣做 所以事實是什麼呢 我看這個事實內容 你標題做得很大事實看起來好像沒有辦法match 兩個不是很明明 我今天看到標題我也嚇一跳 然後我也花了一整個笑聲去看一些視頻 然後看一些報導什麼我發現 怎麼好像好像就這樣 就這樣啊 現在已經今天已經白天開始 你沒有看到新的視頻 我今天好像看到標題我抖一下 這麼嚴重啊 整個都沒有啦 我抖一下你知道嗎 所以真正想要怎麼樣 想到這件事情鬧得怎麼樣 天翻地覆的是誰 西方媒體 那極盡煽動軒然 然後呢誇大之石 所以中國的敵人有多少 那西方整個媒體 就在等著中國亂啊 真的 唯恐中國不亂 不過話又說回來 就是說這些群眾在街頭的這些訴求的話 那再回到新疆 漢物淪物其實這場火災的話 傳聞是什麼你知道 傳聞是說 救護車跟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救火車 就是因為封控 對嘛 所以延誤救人 他說這個車都停在 人不能出去 所以小區巷到被這個住的車塞滿了 所以救護車跟這個消防車進不去 進不去 這個是群眾不滿 另外一方面還有說 哇那個小區已經封了100天了 對 哇塞100天那日子怎麼過啊 對不對 那不管怎麼樣就變成 為什麼會 上海的民眾會開始開始反應 然後學校學生 就是我是覺得就是說 這個封控事實上時間真的夠長 這個真的老百姓 那上海的有一些民眾在跟警察說 你們有收入你們有飯吃 我們現在沒飯吃 對很多人是真的因為封控沒有飯吃 這真的很辛苦 為什麼 服務業 餐館 這個咖啡廳 酒吧 你這樣封控封控 這些都是中小企業都倒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問題 不過我整個看起來 我覺得科學的防疫是科學防疫 社會的觀感是社會的觀感 這兩件事情 社會的這些 這些面臨的社會問題 這兩個應該要找到一個平衡 平衡點 真的很難 亮高普說 你如果相信BBC跟CNN 那烏克蘭在今年五月 就打到莫斯科了 不是嗎 我就算你要補刀 就是啊 我就算你要補刀 這兩個媒體 就是類似的邏輯 所以這麼小的抗議 它就類比到六四天安門了 不是嗎 確實 不過這個真的很辛苦 我覺得中文大陸的朋友真的 真的是辛苦 要加油 真的要加油 我們在台灣 真的也幫不了你們什麼 就真的只能說聲加油 好不好 然後 你說要大家真的要 這個 要我告訴你們說 你們就一定要聽政府大家怎樣 其實我也說不出口 因為確實真的很辛苦 就我自己的了解 然後看了一些網路上的故事 那當然不是說每個人都這樣 就像大使說的 但確實有人真的受到了影響 無論他的生計 甚至他照顧家人的權利 那是真的很辛苦 那就如同台灣有少部分的人 他 像我們之前管控的很嚴格 那這個長輩在往生的時候 染疫往生 那很多台灣人 也是爸爸媽媽的最後一面都見不到 遠遠的只能下跪 也是有這樣子很悲慘很辛苦的案例存在的 即使今天沒有疫情 這樣子的社會百態 每天都在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社會上 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在發生 所以 真的只能說辛苦了 然後大家一起加油 好不好 加油 真的加油 幫中國大陸的這個好朋友們加油 來 我感謝一下這個斗內 謝謝明騎士的斗內 一開始斗兩次 還有謝謝這個Higia 不是 H-L-G-I-A J-I-A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唸 你好 謝謝你香港的朋友 白紙已經結束了 一群烏合之眾 謝謝你的提醒 另外還有這個WillyNG 謝謝你加入我們六個月的會員 謝謝你 好 那另外呢 這個H-L-Jack 他也這個留言了 說這裡頭是不是有台灣人呢 你抓到幾個台灣人 這我真的不知道 那他說他很贊同蔡委員的說法 他說 死人多了 會有更多人抗議 確實 確實 所以很難拿捏啦 大家加油好不好 然後暴躁的小蝌蚪 他也斗內說 現場我去看了 百分之八十都是湊熱鬧的 鬧得歡的 好多都是外國人跟小混混 好 就像冰哥提到的 外國人鬧得很歡啊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的這個留言 那我看到還有很多 Wall and Peace 他也這個 講了他的心理話 很多的這個故事 很多的故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還有這個劉慧� 他也提到了自己的故事 感謝各位 我還是要說 上海的朋友 北京的朋友 成都的朋友 烏魯木齊的朋友 整個中國大陸的朋友 你們真的辛苦了 加油 這個 這個 我相信 自由的日子 應該很快就會到了 好不好 但是我補充一個數字 來來來來 今天早上9點45分 上海股市暴跌2.2% 跌到3.35 哎呀這目的就達成了 然後收盤 到下午的時候 只跌0.75 就回來了 就回來了 顯然這個目的差點達成 也不是啦 就是大家也不覺得有那麼嚴重 對啊其實是 他是澎湖浮澎 恭喜來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